欢迎大家收看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谈的大小新闻 第一则新闻 大马最便宜的电车 BRT Dauphin海豚他终于来了 BRT海豚理论上是一辆属于V-Segment的先辈车 一款车身尺码小 但是却有着2700mm的长轴距的小车 它的轴距已经逼近了C-Segment的车款 所以它的内部有着相当出色的空间表现 加上可爱的外观还有精致的内饰 这款车如果是作为年轻人的地轮电动车 绝对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在外观的部分 这款车采用了海豚美学作为设计灵感 整个车身特别的流线 看起来非常的萌 内饰的部分 这款车有这三种不一样的内饰配色 而且也是融入了海洋美学的元素 所有手能摸到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圆的 除了这个12.8寸可旋转 悬浮式的中控触屏主机 这款车在大马 有着标准续航板 还有这个长续航板 你们可以仔细对比一下以上的图表 他们都是采用了前置单电机的布局 并且使用了比亚迪著名的刀片电池 那么这两个版本 只不过是采用了容量不同的电池组 以及不同的动力输出 另外 虽然这款车的起步售价很清明 但是它的安全配备 却是一点都没有在马虎 不仅全车系 标配6个Airbag 还有着完整的 Aldax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而且这些都是全车系标配 它绝对是大马目前市场上 最便宜的电动车之一 起步售价从马币99000起 它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地辆电动车呢 你们留言告诉我 第二则新闻 传闻Proton将重新贴牌 极力佳计 早前我们曾经报导过 Exora将会在今年年末被停产 外界都认为原厂这款车 停售后将不会有代替车型的出现 但是近日收到本地媒体的爆料 原厂将会使用中国市场的 吉利佳计来取代Exora停产后 所留下的市场空缺 早前原厂的副CEO Roslan Abdullah 在搜寻关于Exora的替代车型时 就有带暗示性的表示 目前他们的团队对Exora的代替车型 还是在研究当中 并且表示他们会根据市场要求来生产车子 市场有需求的同时 虽然又符合他们的投资效应 他们就会很愿意生产 这个7人座的MPV车型 最后目前对于原厂重新贴牌吉利佳计的消息 是还没有获得原厂的确认的啦 但是Exora这款车 在去年其实还有每个月400辆左右的销售成绩 可见这个7人座的MPV 还是有它的市场需求的 那么至于原厂什么时候会发布替换车型呢 可能就要等到我们之后获得更多的消息才能知道的 第三个新闻 全新2023年 Mishibishi Triton 终于登场了 这个全新的Triton正式在泰国全球首发 这一次这款车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进 包括了外观 内饰 引擎 底盘 还有四驱系统 都和前一代的车型完全不同 车身尺码也加大了不少 在外观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款车 大量沿用了 这个XRT Concept的设计元素 还有这个分离式的LED的热行灯 还有头灯组 配上中间大尺寸的T形水箱护罩设计 水箱护罩上面还有这个mishibishi的字样 至于在它的车尾 它的尾灯组 其实是直立式 分布于车尾两侧 但是其中有着L4型的灯条 很有辨识度 那么在内饰的质感 这一次比较偏向于SUV的设计风格 还有双区的横门空调 7寸的全液晶仪表 还有10寸支援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的中控出品主机 在引擎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换上了一具全新代号为4N16的2.4L 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这最大满力表现184HP 峰值能力表现430Nm 而且原厂已经预告了今年年末 将会率先在泰国市场 上市依据全新的2.4L Vite Turbo柴油双涡轮增压引擎 有着204HP加470Nm的动力输出 全新一代的Triton 目前已经是正式发布了 而且作为Michibishi Moto Malaysia的当家车款 想必原厂很快就会导入这款车了 那么距离明年 其实还剩大概一个5个月的时间 那么你们觉得 它会不会在今年来到我国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第四则新闻 Mazda CX-60 官方预告来码 这个CX-60 这款车其实是原厂基于全新的后轮驱动平台打造的 豪华SUV车款 对手就是这个BMW的X3 根据已经上市的东南亚市场的定价 这款车的售价是高于CX-8 还有CX-9 所以预计本地的售价很有可能超过300千马币 秉持着Mazda车型一路以来的高质感 它是原厂首款使用全一斤仪表 还有这个12.3寸的中控出品主机 另外在国外的图片上可以看到 中控台上有着大量的皮革和软塑胶的包裹 整个内饰的质感相当出色 目前这款车在东南亚各国都有着不一样的动力配置 最入门的是这个2.5L的Sky Active-G自然进气引擎 有着188HP加261Nm 或者是这个3.3L的eSky Active-G直列六缸涡轮支援引擎 加上这个48W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可以带来280HP 还有450Nm 那么暂时我们不知道 Malaysia会引进哪一具引擎啦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想知道关于这辆车的更多细节 你们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 看回我们之前的影片 目前 我们还没有获得详细的消息 指数原厂会什么时候发布这款车 不过 既然预告的来了 我们相信 距离发布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今天最后一则新闻也是Mazda 这个CX5的小改款已经确认来马了 小改款的车型 其实在美国市场发布了一段时间 苦等多次 Bermas Motor终于决定将小改款的车型 导入我国贩售了 在外观的部分 虽然是小改款的车型 但是它还是有着很明显的改变 比如说它的头灯组 拥有全新的LED光条的设计 微灯组同样也是采用了和头灯组类似的设计 有着前后呼应的效果 另外 这个小改款前的7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也升级成了10.25寸 然后还有Mazda Connect系统也会升级至最新的版本 在国外的车型都标配了 Wireless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以及加入T无线的充电面板 相信我国应该也不会例外 这一次的小改款车型上 原厂会补足之前的缺失 就是它会首次搭载这个名为 MRCC的 Mazda 雷达主动巡航系统 并且还支援这个stock angle的功能 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 是原厂会引进这款小改款车型 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 我们还不清楚 有期待这个小改款的朋友们吗 欢迎留言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 我一样期待这次的小改款的到来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 分享 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